好吃去乃儿 今天和大家去吃奔承的蠔包 这位摄影师是否想拼炒 无端端做什么应天空 又说大家的蠔包 吃烟 第一我不吃烟 第二吃烟吃不饱 搞什么 难道这里是挂羊头卖狗肉 环境我都相当满意 古色古香我都很喜欢 但是和蠔包好像不太 扯得上关系 看到了看到了 我们的目标 蠔包包桌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吃生蠔 如果去到法国街头 我自己可以吃一单蠔以上 所以来到奔承 其中一样 我很想着的就是生蠔 在一个这么富中国特色的环境里 吃生蠔吃西餐 都是有一番风味的 其实这间餐厅 今晚就会是last night 它不是做不住 它应该是扩充营业 将会来到8月中 搬到一个新地方 如果好吃的话 我们新开张应该都会帮衬 而它所有的装饰 我觉得都挺别致的 今晚就订了这间VIP房 而中间它是用一个鱼缸去隔着 所以我觉得以一个红巴来说 其实它的装饰也是挺有气氛的 而我最喜欢就是它场上的 红酒和白酒 非常齐全 无论你喜欢喝澳洲 纽西兰 法国、意大利 都有 它这个果然是一个蠔巴 所以整个菜单里 只有这一页是吃东西 还有一半是生蠔 它本身提供三种款式的生蠔 不过可能疫情有关系 所以只是提供两款 我们Irish Premium 和Trakiana Bay 所以我们也订了一只 试试 它的酒 我觉得它是值得喝的 它一瓶也是介乎最便宜的一百元 最贵也是二百多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里 饮酒 确实是喝得过 所以这么值得 我们当然要求一瓶白酒 在这里 这瓶White Cliff 也是卖一百四十八 我出街买也要七八十元 所以在这里的蠔巴喝就相当值得 所有东西都很满意 不过这些餐具 就确实有点吃虧 如果我去一间蠔巴 来计算 这个酒杯和这个刀叉 我就觉得不太合格了 可能 那些餐具都搬去媳妇 好了 我们这些蠔李了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是Baby 所以我们会立刻叫它换了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我觉得它真的有个深思位 就是这个绿色的香草酱 配到蠔里 是真的好吃的 连小米不喜欢吃酱的人 都觉得很好 好了 我们的大人回来了 它这个蠔 是我喜欢吃的那种 脆和鲜的 Irish Premium 就较为再鲜一点 和蠔味就淡一点 而Tragiana Bay 反而觉得是浓味和蠔味 但如果小米不喜欢吃这些海水味和蠔味的人 他就觉得有点声 接着就是这个Fish Taco 我本身很喜欢吃Taco 它唯有四个 所以我觉得这么划算 来到三十多元 有四块这么丰富的Taco 我觉得是值回票价 不过当然了 最重要是它的味道 最重要是它的味道 看这个蠔有多大 好 好 我昨天吃日本的 那个酢酱巴 我都不知道 我的酱酱巴 是 哇 这个蠔真的很大 其实它是好吃的 不过它有一样东西 不过它有一样东西 它 我应该把酱酱 它一放它 它一放它 它比较稠 它就可适了 它就可适了 这个是法式洋葱汤 来到我就确实觉得有点失望了 因为法式洋葱汤 这个汤一定要是清汤 如果你跟我说是洋葱汁 其实我也接受 它的味道是没什么 不过不是法式洋葱汤 炸鱿鱼 我觉得这个就是下酒必点的小食 不知道它又如何呢 好吗 其实我不喜欢吃油鱼 可以试一下 这么浪费啊 好 你来吧 它是吃酱的专家 它这个是威士忌酱 我觉得它是类似威士忌酱 不好意思 它是它它酱 并不是威士忌酱 不过 无论这个酱和麦娱 都是好吃的 来到主菜了 这个海鲜和糊条面 我觉得有点惊喜 第一 它的糊条面是手做的 第二 它的海鲜是多于面 还有它的虾 带子 其实各方面都煮得很好 而且虾真的有半只手掌 那么大 你看它的带子里面 真是湿润 是完全没有说 overcooked 没有硬的 所以它的带子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呢 就是汇洋室 在汇洋室里面 所有东西的味道都很好 唯一最搞笑的是 那粒红萝卜 因为那粒红萝卜 是不知为什么里面很硬的 好像刚刚扔下去的沙律 但是其余的汁 它的羊 都是很好吃的 这个超便宜了 以为你这个早餐 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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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像 你看到它的牛肉 很好吗 没有 你看到外面是西奥 不是一个饭 它外面是西奥 然后到里面慢慢 看到吗 那快 它的牛扒 是煎得有水准的 外面它煎得脆 里面是汁 但它的肉 虽然里面是medium rare 不过是暖的 所以它的牛扒 是我在宾城暂时来说 真的吃得数一数二好 很多下的了 不知道我们这一餐 究竟吃了多少钱呢 对了 最后我们再开多瓶白酒 结果 我们就是全张单 7888 4个大人 1个小朋友 人均消费 197 又是给分的时候 食物质素 我们真的给到8分 因为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好吃的 只不过是有些小瑕疵 和它的汤 我觉得和我预期 或者我认识的 发色洋葱汤 不一样而已 环境9分 虽然它是一个古旧的地方 但每一个地方都是干净 卫生的 服务真的给了7分 因为我给了这个价钱 去到这个地方 它的餐具和服务 其实是有待改进的 虽然我们告诉他 这个蚝太小了 应该换过给我们 他也立即换 没有跟我们争取的 但我觉得如果在蚝巴里 你开蚝的师傅 看到这一粒小孩子 正常就不应该拿出来 而其余服务 他除了送些东西进来之外 其实针酒各方面 其实都不会做的 但我们也会体谅他 可能人家是最后夜 所以就叫了朋友来吃东西 那就没空招呼我们的新朋友 回头到只给了7分 因为以这个价钱来说 其实这些食物和服务质素 都是应有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去奔城的虹巴 所以标准我们也有点和香港比较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余的餐厅想吃 又怕受伤害 麻烦你们留言告诉我们 让我们帮你试试吧